那我们来看一个它应用上的例子 它说ABC它是空间当中不共平面的三个非零向量 它既然是不共平面的三个非零向量 那么它们所做出来的线性组合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向量 那么这里A向量前面的倍数的X-2就要等于这边的1-X B向量前面的系数Y加1就要等于这边的2Y加5 同理C向量前面的倍数也会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可以解除这样的一个连例方程组 而解出来的结果X就会等于2分之3 Y会等于-4Z会等于2 而这个就是题目所要求的数对XYZ的答案了